这做生意妈也帮不上你 要是你爸在啊 兴许还能帮得上你 过去他打练都交给生产队 挣满了公分啊 额外的呢 就到其他的村啊镇的 去换点东西回来 这叫以货易货 你看这顶帽子 你爸惦记很久了 有一年打了一头头狼 就到别的村子 把他给换回来了 妈呀 怎么了 我有主意了 什么主意啊 以货易货呀 赶紧 妈 你赶紧睡觉去 我往后时间合算一下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有个情况啊 你还没给我汇报呢 还有什么事我没汇报啊 你和晓云的情况 我和晓云什么情况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我早就看出来了 我 我 我喜欢他 别跟我装了啊 你是我生的孩子 不承认是吗 我承认也没用嘛 我们不合适 是因为卫东吧 依你的信啊 要不是因为卫东 你能把晓云让给谁啊 你也成年了 懂事了 这世上有些东西啊 是不可以让的 再说了 你也让不掉 那老太太还挺神的 神 老太太耳朵还没聋啊 喂 您好 您这是中天龙公司吗 我是三剑客电脑公司 是这样啊 请问您这是如何面对电脑公司吗 喂 您好 请问你们这是财华横溢电脑公司吗 我们是三剑客电脑公司吗 您好啊 大哥卿 您好啊 大哥卿 你怎么又来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就是来一百次 我也不会理你 这次你还真错了 我真不是来找你的 介绍一下 来 我女朋友 就是想告诉你 其实你在我这儿根本不算什么 你觉得你这么做有意思吗 李立峰 没意思吗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呀 我特别有意思的来告诉你 以后你再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话 晚了 我有人了 你不过就是个过了气的老姑娘了 你那什么堂哥 阎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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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哥什么的 友善感的跟你求婚的吗 没人要了吧 走 看看 我想 procure 你是否拍一眼 要不メ了 是 már了吗 还好多少 你带人说话好不好 концor 是吗 居然 你说什么说呀 你以后别跟我提到 我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好 结束就结束 我跟你说啊 你跟她在一块儿啊 我 我都神情衰弱 对 那你不怪我 我怪你什么呀 没事 行了 你们这兄妹俩谁怪谁似的 等一下 我跟上分开了是好事 为这好事我觉得 咱们庆祝一下吧 别了 我那代宰的高洋客户还等着我呢 我得赶紧走了 大口哥 那你们帮我陪陪晓鱼 行行行 你赶紧去吧 晓鱼点啊 好嘞 丽东 你陪陪晓鱼安安安安她啊 我这还有事是 就剩咱俩了 那只能是我陪你了 来 想吃什么 晓鱼 我请吃饭 行了 走吧 走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不都说了吗 今天是喜事 好事 高高兴兴的 可以帮你了吗 对你来说 我是不是 永远只是一个哥哥呀 其实 我挺怕你问这个的 可是我真想知道 这 从小到大 我从来没有对别的女孩动过心 绝不撒红 吴冬哥 可能 我们太亲近了吧 我一直把你当作我的一个哥哥 行了 反正 等也等这么些年了 你知道 钱都有件酸奶太好吃 走 带你吃去 走啊 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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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歇着去 走吧 我不是跟你说不让你干活 不让你干活 你非出点什么事你高兴是吧 给我 少跟我来这一套 这些活我不干你干的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攒着 留着给我回来干 那衣服我洗 地我擦 你 你演什么苦情戏啊你 我会演苦情戏 我用得着演吗 姓潘的 你哪天回来不是进屋就睡啊 我这 我这我这一个星期我不是又苦又累的吗 好 你苦 你累 你都忙什么了 你忙回来钱了吗 我看你啊 你就是唐济山的一小催你知道吗 还不让我干活 我倒想有这少奶奶的命啊 行 媳妇 我对不起你 这样 以后家里的活我全包了 甭管我是夜里两三点还是什么时候 甭管我是不是累得跟死驴一样 什么洗衣服擦地我全包了 行了吧 你别说了 这日子我不能这么过 潘润敏 你就不能找唐济山把那十万块钱拿回来吗 张不开嘴 有什么张不开嘴的 你也知道啊 刚开始一起干的时候 我就没掏什么钱 那钱都是大哥拿的 我的分红也是大哥送给我的 现在取得点成绩了 我就要分红啊 凭什么呀 潘润敏 你如果能铁了心了咱们自己单干 跟他们提辞职 这钱我们不就拿回来了吗 徐勇 你是想让我过河拆桥是吧 没办法 这就是生活 你怎么不想想公司现在正处于上升期呢 你怎么不想想公司以后发展前景有多好呢 现在就算我辞了职了 我股份拿了怎么着又能怎么样 然后呢 徐勇 我告诉你啊 没有大哥二哥我现在什么都不是 一句话 过河拆桥 我不干 潘润敏 你能不能像一回男人 你从认识我到现在 每天跟我描绘美好的前景 我不要看前景了 我要现实 我要手里拿着钱的现实 好了 我知道 我告诉你徐勇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这事我不干 你不敢面对唐继珊 我敢 大哥 大哥 好消息啊 咱这回碰着一个大客户 我一个客户给我介绍了一个 听说是国企的一个经理 然后呢 他们单位是急需要一大批的 最新型电脑传承金打一斤负义机 但是他说是想要低价子买进之后呢 高价子跟单位报销 冲间的差价利润咱们三七分 怎么样 骗子 怎么就骗子 什么意思呢 这绝对是个骗子 他是不是告诉你 报销完之后再给你钱啊 对啊 外租这么干啊 他凭什么要 给你做这个顺身人情呢 不是 那大概咱不是签合同了吗 卫东啊 这种灰色地带的事的合同 保障不了你什么 以后这种事别仓和 你老大不小了 不能老做这种天真的事 吃的亏还少啊 这种人不要贱 也不要深聊了 相信我绝对是骗子 行吧 呦 不是 弟妹吗 阿哥 这是稀客啊 好久不见 怎么 你找瑞民吧 刚出不见 我找唐继山 他在吗 弟妹怎么了 这这么些年 我头回见你这么严肃 出什么事了 大事 你就说他在不在吧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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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弟妹 你听我说啊 那个有什么事呢 二哥都能替你做主 但是你别生气 是不是 是不是真惹你啊 行了 二哥 谢了啊 三二 三二 喂 你媳妇来了 弟妹 你怎么来了 瑞民这会儿不在 我是来找你的 找我 来 你坐 不用了 站着说吧 怎么了 其实 有一件事情 我和瑞民已经想了很久了 啊 瑞民要辞职 瑞民要辞职 他自己是不会好意思来跟你说的 所以 由我来说 我们现在非常困难 我没工作了 我哥也没有收入 还要靠我们接济 我相信 你也不能保证你的公司永远盈利吧 所以 我只是希望有一份保障 今天 我是来拿回 属于瑞民的股份的 你看这样行不行 等魏东回来我跟他商量一下 我们两个人的工资 都拿出一半来 给瑞民 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直到 公司的盈利到一个规模 行吗 不行 我无法相信你给我的承诺 穷日子我过够了 也过怕了 我今天必须拿回属于瑞民的钱 不光是我这样想 瑞民也是这么想的 好 好 那你让瑞民来 让瑞民跟我说这些 行吗 没必要 你以为 他会好意思跟你张这个口吗 回家 你跑这儿干什么了呀 我跟唐吉尚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 我今天必须拿回属于你的钱 许凉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的 你就是个扑夫你知道吗 扑夫怎么了 扑夫至少敢说你不好意思说的话 回家 我不走 我今天必须拿回属于你的钱 行吧 瑞民 瑞民 今天 你实实在在地跟我说一下吧 刚才续评说这些 是不是也代表你的意思 你是不是真的 那么需要那笔钱 跟我说实话 行 我明白了 这是你这笔儿 哪儿 你们走吧 你这笔儿 我大哥对不起你 什么都别说了 回家跟徐萍 不是的 大哥 跟你说句实话 我确实需要这笔钱 但是 我不能拿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你真的想好了吗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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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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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回家了 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 我天天找你 到了公司我就往家里打电话 一天无数个电话 媳妇 男人 有时候就是管不住自己 我真不应该跟你动手 媳妇 你说话呀 那我等完一个客户电话 马上回来好不好 媳妇你别生气了 生气对咱儿子不好好不好 媳妇 我现在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 就是听你说话 媳妇 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呢 我可是儿子他爸呀 儿子 没了 你 你 你什么意思啊媳妇 能别这么说话吗 你要想折磨我 你现在已经完全达到目的了 你还想怎么样啊 我把他打了 我把他打掉了 什么 既然养不了他 我就不要他了 许 许平 许平 你别骗我啊 你跟我说 你跟我说实话 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们之前已经不需要 用孩子来做联系了 我把他打掉了 喂 媳妇 喂 媳妇 喂 你看了 用你的音乐 你还敢不离 你会把他打掉 我可以得到脚 我可以的 你一样 你让我开始来 你叫什么 我知道 我把你打住 哥 哥 我给你做了饭 出来吃点吧 哥 你听见没有啊 怎么跟个女人一样啊 你别管我 赶紧走吧 你听我一句劝行不行啊 你跟嫂子吵架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她现在就是在气头上 生两天气就回来了 你干吗那么跟她一般见识啊 你赶紧走吧 你们都不明白 我不管你了啊 我真在走了 马上要迟到了 饭在厨房 你要吃的时候自己热热 要走了 晓云 魏东哥 你来得正好 你看我哥那讨厌劲 在屋里生闷气呢 不吃不喝的 你帮我劝劝他吧 晓云 有什么话的话 改天再说吧 我马上要迟到了 我得走了 潘伟明 我出来 我是李二哥 走 三二 赶紧出来 瞧你这样儿 你还真成娘们儿了你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这情况总结起来就四个字 屁大点事 四儿 这是你 这是我 今儿大哥 你怎么说 唐济山跟你不一样 我跟你也不一样 咱们不是他呀 我跟大哥都是单身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我能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 我的一切资本压在他身上 把我所有的水都给他 你行吗 你不行 你得养家糊口 话说回来啊 你说你媳妇 她能理解老大那套什么 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吗 人家就觉得 辛辛苦苦跟了你 好不容易挣点钱上 攥在手里头 她是有安全感 我想过了 也不怪她 你说 她跟我这么多年 受苦了 想开了不就完了吗 那你还打算怎么着 继续这么一决不认 或者等死啊 二哥 徐平这么一走 我也没什么盼道了 你说你 你要还是一爷们的话我告诉你 你要还真在乎她的话 你就 你就轰轰烈烈干出一番事业了 你找她去 你看她回来不回来 再说了 你媳妇不是那样的人 她就在气头上 更何况她家里还有那个 徐大凯那小屎棍子在里头脚 要不至于闹成现在这样吗 话虽这么说 其实啊 二哥 我真的 我真的觉得我现在 连说话都上元气 更甭说什么 什么闯出一番事业之类的 那些豪原状语了 你别说你了 我跟你一样 我也上元气 这阵子呀 我也觉得特别累 心累 二哥 其实 我觉得 最近大哥变了 他好像 比以前刚憋自用 你了 四二 你多得忍了还那么幼稚 都会变 没有什么是一尘不变的 真是一往昔蒸荣岁愁啊 你说咱哥儿三那会儿一块创业的时候 多幸福啊 多单纯啊 怎么短短时间 行行行行 行了啊 别老那么背春上秋的了 不不不不说这些了 我今儿来啊我 有事跟你商量 我先给你打好一方针啊 这个事儿 你知我知 我没告诉他 是这样 有一个国外的编码公司 想买咱们代理的打印机 而且数量非常可观 停 二哥 别跟我说公司的事啊 我跟你说 我现在一听到公司的事我脑子疼 真疼 什么什么什么公司那点破事啊 什么壮志凌云呢 我听着我都脑子疼 别嘴 你让我把话说完了行不行啊 这回找我的是我的一个客户 最近老从我这儿走单子 虽然数量不多吧 但全都能现金交易 现金结账 信誉非常好 人也很靠谱 人想这回啊 能够吃一个大的单子 但是呢他资金又周转不过来 想跟咱们合作 因为咱们公司不是特约代理商吗 对不对 以公司的名义先进货 然后呢把这批货送到边境 验货 付款 再把钱打给厂里头 打一个时间差 利润五五分成嘛 听着倒是不错 祝你成功啊 不是什么叫祝我成功啊 这里有你的一份啊 什么意思啊 我刚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最近一直特别压抑 特别累 我觉得大哥现在变得吧 太自缚了 他听不进去任何的意见 我不是说想背着他干这件事情 我却想自己把这单生意做成了 我让他知道在做买卖这事上 我不比他差 还有一个就是 挣了钱了咱俩分账 让你跟徐萍那边也有会儿 有个交代 你的意思是 咱俩私下 把这个单子给做了 对 这事没你不行 必须由你配合 这 这应该跟大哥说一声吧 你又来了呢 你 你要让他知道 这事还能做成吗 他要知道 肯定又是煮熟的鸭子就飞了 同样的买卖 我跟他说了多少回了 不是全都是一样 你亲眼看见的 当场就毙吗 有时候我 有时候我就感觉我 他什么事都想压我一头 让我永远翻不过来深你 老三我告诉你啊 他跟钱过不去 咱俩没有 对不对 还有你记着 二哥永远为你好 大小到大 甭管什么事 甭管什么事 自要到了关键时刻 不都是我给你撑着呢吗 咱俩多少年了 大小光疲瘤长大 咱们仨才几年啊 你放心有二哥在 我会把所有的风险 给你控制在最低最低最低 既然都这样了干嘛不做呀 有我呢 怎么做 我的意思是 我想用三百台打印机 换你一百台电脑 根据现在价格 我觉得这个行得通 这样你的计划就完成了 而且现在谁不愿意买一台打印机呢 自己在家打照片多方便呢 而且好卖啊 你卖电脑的时候 顺便你就可以搭着卖了 这事吧 我得想想 好好好 那你好好想想 反正我很有诚意 这是我名片 然后你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 好的好的 好吧 谢谢谢谢 再见 再见 你好 来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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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我给介绍一下 这位呢是潘瑞民 是我的兄弟 也是合作伙伴 这是我跟你说的 顾总 顾总您好您好您好 来 请坐请坐请坐 元明啊 顾总那才是大老板呢 不是 老袁啊 你惊笑话 你才是我的老板啊 别别别 我多少靠你吃饭呢 顾总 这是我的秘书 小剑 你好你好 你好 瑞民呢 他是主要负责 跟各个厂商去联络 然后也是我们俩发小孩 我们兄弟 也是我生意上的伙伴 所以说我就带他来啊 来听听您这双大买卖 是是是 老袁啊 我就是因为咱们前几次合作的 比较爽 是 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 你是知道 现在这市场多么乱 骗子要这么多 做买卖的呀 太没有安全感了 是 这么一代理单子啊 你真不认识的代理商啊 你真不敢做 他支点事就把你快过去 是 对对对 不顾总您放心 这个我袁卫东啊 一向是有钱大家传 我不可能做出那种 过河拆桥的事来啊 我当然是相信你了 否则的话 咱们还能在这儿做吗 是是是 小剑帮我拿一下 各位 看看 这 这什么文件啊这是 这个啊 是我跟国外的贸易公司 签的合同 政府级采购 大批的设备呀 光打印机叫三千台 当然了 分批进口 第一批一千台 数量不小啊 郭总您发大财了啊 我发大愁了 怎么了 它这么大的量 我没有那么多的主展资金呢 对 所以呢 顾总是希望呢 能够跟咱们合作 因为咱们是厂家的 直接代理商 跟厂商有一个半个月的 转账周期 顾总希望咱们先把货呀 运到 编冒公司 这样 连运输代验货代转账 大概有十天左右吧 对 全款就能给厂商打回去 咱打的就是时间差 这里头利润呢 顾总跟咱们五五分账 是吧 你说得太清楚了 这 这 脏期 额度没那么多呀 没问题 郭总 这额度的事啊 我想办法 那就这么说定了 这事可得抓紧啊 拜托 拜托啊 客气客气客气 下您说的 走 咱们楼下 我请你们吃澳洲大龙虾 二哥 我还头一回吃这龙虾 怎么样 这生蒙海鲜味不错吧 绝对过硬啊 我跟你说啊 这龙虾我在广州以前吃过 咱那会儿都是跟老板吃刺 一口两口的 今儿才是真过了瘾了 二哥 我今儿感觉有点不同 有什么不同啊 好像 你这风采啊 这又回来了 瞧你这话说的 什么又回来了 我告诉你啊三啊 二哥能力挺强的 只不过一直没找着展现的机会 这回行了 我要杀他一个回马枪 胡喊三就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二哥 这额度不够的事怎么办呢 没事 只要咱能找一大公司 给咱签一个担保协议 行了 以前我在广州经常这么干 哪有大公司愿意给咱们做担保啊 行了 三这事你别操心了啊 甚至我子有妙计啊 对了 你啊 赶紧盯进厂商 备货发货 好嘞 二哥 我服了你了 潘瑞民这句赞叹 是久违了的 袁卫东几乎是充满感激的收拥着 看着潘瑞民崇拜的表情 他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候 依然是微风八面 受人爱戴追随的孩子王 前进 好久不见 罗小杰 很惊讶吗 你 你怎么 跑枪水来了 我想你了 所以 就过来看看你 好 来 这啥啥子呢 坐坐坐坐 赶紧 来 请坐 我 我这 什么东西这么沉 这是我的全部家当 我私奔了 来图搬你 行胡说八道的 我认真的 是吗 又没正行你 那个 不是 你怎么找到公司来了 你告诉过我 你住野进大院的 我去找你 他们告诉我的 什么时候到的 刚到 那个 住哪儿了 我想住你家 可以吗 那当然不行了 知道你不愿意 我住宾馆好了 不是不是不是我我我我 不是那个意思 我觉得 对你不是去大院你看了吗 我们那边正拆迁呢 不方便 那你是 这 住在哪个宾馆啊 我刚下火车还没找呢 对对对 看我这狗脑子 那行了 我就先给你安顿住处吧 不着急 小心 来 你听话啊 这是公司 不方便啊 等会儿揉出去 你 你看这 我先给你安排一个住处 然后吃点东西啊 你这坐火车 这一身汗的洗个澡 来 走走走 听话 乖 走 来来来 来 洗洗洗洗 你看这个 浇水啊 比不了你们深圳 是吧 这个宾馆也算是 这附近条件最好的一个吧 你就将近住一下好不好 不会啊 我觉得挺好的 挺干净的 那行 那个挺晚的了 你早点休息这一天了 我就先回去了 来 魏东哥 我 我饿 小心你说这点 这周围没什么饭馆了 这样 你这箱子里有没有什么吃的 你先垫补一下好不好 有啊 有啊 我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 行行行行行 别拿别拿了 小金 你把这吃了好不好 先垫补一下 然后明天呢 我再找一时间陪你吃饭 好不好 不可以 这些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我不可以把它吃掉的 你送我的对吧 嗯 那你送我 好 我接受了 谢谢 谢谢你的好意 那个我的了 不是你的了 对吧 我烦请你 你把这吃的先垫补一下 我真该走了 挺晚的了 你早点休息吧 好吧 魏东哥 那要不然明天陪我玩好不好 小姐 我跟你说实话真的 最近 我公司特别忙 我忙得焦头烂盒的 我恐怕真没时间陪你 那我陪你好不好 就像在广州的时候 你去拿我干哪儿好吗 罗小杰 别这样好吗 这不是玩过家家呢 你也看了 江水就这么屁大点地方 没什么好玩的 回去吧 好想好想 魏东哥 我真的好想你 好想好想